01,学会看淡,人生无不散的宴席,该走的走,该留的留,不必再为谁的离开而黯然神伤,也不必再为谁的道来而大甘旗鼓,人生路上,人来来往往,皆是常态,看淡就好。 02,学会拒绝,只对对自己好的人好,其他的人一该不看,明白谁是生命里有重量的人,对那些无关透明的人毫无心理负担的说不,是人生路上必修第一堂课。 02,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好意思,而让自己的生活稳墨倒置,所以,学会拒绝,是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,因此学会抉择,人生的岔路口太多,该干就该,不要犹豫,一定要学会果断。 学会抉择,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你的人生,所以别人的话再好,也只能当作建议,不可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做错了决定。 你所要选择的,是你今后要走的每一条路,记住,因为没人能代替你承受后果。 明次学会认真,认真对待每一件事,是生活中最应该有的态度。 如果你一直吊铛铛,不务正业,那么同样的,生活也不会对你认真,天道愁琴,一分耕耘一分生活,都是这个道理。 不要以为你用完事不公的态度能够改变世界。 这样做的后果通常是,别人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了,你还在被现在的世界所禁锢着。 05,学会孤独,没有人会永远陪伴你一辈子,也没有人总是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恰到好处,的出现在你的身边。 没有人能够一字不落的记得你说过的话,也没有人能够分毫不差,低读懂你写的文章。 你的梦想,不需要多少人的知识和理解,你自己明白就好。 06,学会思考,什么事情该做,什么事情不该做,用脑子去思考,而不是用嘴巴去问。 问,听来的答案众说愤勋,你信谁比较好,问题,自己去用心用脑思考,不要被别人的话拖住了步伐。 你思考出来的,才是真正符合你的,才是最好的。 07,学会独立,凡事自己做,不要依赖别人,没有谁能够让你依靠一辈子。 对,爸妈也不行,独立也是生活中应该精修的一堂课。 不仅要经济独立,还要精神独立,不可以永远以一个巨婴的心态,去护活自己的人生。 不然终将处处受限,出现各种问题。 08,学会坚强,你可以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的,每个人都可以。 只要你想,这个世界走得太快,也很现实,你只有坚强,才能够把独步起,义无法固扰手紧胸向前走。 只有坚强,你才会对挫折无所畏惧,最终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